Hello这里是彭仔 今天是1月9为大家带来真实的滑枪被拿换行情 首先看到这个是回收的14 Pro Max 1TB顶配的 这个是有锁的卡铁机 橙色基本上也是小滑亮那样 就边框有些许掉色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壳碰 其他的话屏幕总体还是比较亮 上面有一丝丝比较小的滑痕 贴膜其实平常是一点不影响的 像这个还是电池效率百分百充的一百多次的 50张左右就可以出了 总的QP解锁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划算 还有这个13 Pro Max 256GB的 像这个电池80多是比较正常的 橙色也是小滑就边框有点痕迹 小磨损 这个拿货的话就便宜一点40亿张 还有像华强北版的一些耳机还是比较好的 蓝牙耳机这种跟正品的功能是一致的 而且像这种质量比较稳的是相对 所以体验还可以 但当然这种是鱼龙混杂的有低有高价的 低的话几十块都有 但是咱们平常是推最好的版本的 总体说一分钱一分货吧 但是总体一百多到两百多不等 这些基本上也是没有售后很稳定的 然后再去找一个13 Pro Max 512GB 这个无锁的机器 总体成色还是比较亮的 就是屏幕上面有一点点的小滑痕 这种其实一点都不影响的 平常亮屏也注意不到 咱们挑选的基本上都是全员没有去动它 像这种档口开价47张 这个机器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保底再用5年 这种机器的性价比较亮屏